哈囉,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刺狐 各位遊戲玩家們,你們現在身邊有沒有哪一款遊戲 是你買回來之後都沒有玩的 或是你玩了但很快就氣坑了 上週我有分享了國外的數據整理 2023年最多人買了不玩或是氣坑的遊戲排行 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沒有跟你一樣喔 另外下個月的遊戲推薦也整理分享給大家了 各位有預計要買的遊戲嗎? 回到本週的新聞上 本週除了有索尼被洩漏的資訊之外 在遊戲上還有一些大消息值得一聊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本週的電玩亂報 寶可夢珠子還有新的DLC 寶可夢珠子的DLC後篇不曉得大家都破完了嗎? 這次在最後的部分 我想有些玩家並沒有到很滿意遊戲的收尾 就在網路上討論覺得可惜的時候 寶可夢公司於12月20號突然發布了一部新的影片 宣布寶可夢珠子的DLC還沒結束 將於1月11號的晚上發布下一個部分的DLC 題外篇 這個篇章啊 需要先把前面的DLC主線都破完才可以喔 根據目前給出來的預告來看 在本傳當中的幾位主要角色 原本在DLC當中沒有戲份 而這次新的內容啊 似乎就是讓他們也前往其他的區域 從預告來看喔 似乎這次的內容啊 會放在北上香當中 預告的片尾也有特別特寫了一些畫面 看來會有新的內容可以期待 我自己看到這次預告的時候啊 是相當興奮的 實際上原本官方就只有宣布會推出兩個篇章而已 並且DLC並不是分開來販售 而是買了一次之後 後續的內容都可以玩到 所以對於原本就有買的玩家來說 至少我自己會覺得是額外多的 當然有些玩家可能會覺得 他就只是把原本要出的內容拆開來而已喔 但畢竟不用另外付費 這樣的推出方式啊 也讓我可以不會一瞬間 就被拒透到最後面的內容嘛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不曉得大家對於這個DLC的推出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你們是覺得 欸 賺到了 還是不喜歡遊戲公司這種手法呢? 歡迎留言分享 炭治郎達魯夫再也不是夢 Lena宣布將要跟日本吉利盛合作 推出全新的遊戲 Jump 全新集結 預計將於2024年推出 這款遊戲推出的平台是手機喔 但這個遊戲確實吸引到了我的目光 遊戲中收錄了週刊少年Jump當中的經典角色 包含魯夫、名人、悟空、炭治郎等等 並且後續啊 還會持續加入更多的作品到遊戲當中 遊戲的玩法採用這年頭 真的很常見的MOBA玩法 同樣是5對5的對決 從目前釋出的一些畫面來看 老實說 遊戲整體的模組與呈現是不錯的 每個玩家會有自己專屬的虛擬角色 並且大廳不再是單調的介面 而是可以自由移動 角色收錄上除了一些主角之外 還有收錄各種知名的反派 例如魔人浦屋 遊戲中的語音呈現跟英雄聯盟還蠻相似的 整體的地圖配置看起來也是傳統經典的MOBA設計 並沒有像是寶可夢大集結那樣 玩出自己專屬的一條道路 招式的特效上以手機遊戲來說 我覺得算不錯 但整體就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打擊感就是了 這幾年MOBA類型的遊戲 我想大家都有點膩 但是當想要找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又還是很容易會去玩MOBA類型的遊戲 我自己其實也有好一陣子沒有玩這類遊戲了 但是畢竟我是從小看漫畫長大的人 對於這種有動漫IP的遊戲 那還真的是沒有辦法讓自己不玩 官方有提到 他們在9月的時候 有先在菲律賓做了一次三檔的測試 下載量很高 並且受到歡迎 我自己個人是希望他能夠好好的經營 相當期待這款遊戲的推出 你們是嘗試派的呢? 還是攻略派的呢? 在薩拉達傳說 《礦野之奇》跟《王國之類》這兩款遊戲當中 有一個系統我個人相當喜歡 那就是料理系統 玩家可以從包包裡面拿出收集到的素材 放進有火的鍋子當中料理 並且根據你的組合會有不同的料理成果 例如加入稻米油 就會是米飯類的料理等等 在網路上的攻略中 可以找到需要效果的搭配 以及不同料理的組合方式 不過我自己就是那種 會想要自己嘗試的人 看到出來的結果的驚喜感 是這個系統給我的一大樂趣 不過這種嘗試最麻煩的 就是我那該死的金魚腦喔! 我每次都會忘記上一次料理 是怎麼組合出來的 當遊戲玩到後期 我也會不知不覺 從常識派轉換到看攻略派 最近任天堂官方 就在他們的Play Nintendo的網頁上 公開了一個官方的圖樣 讓玩家可以自己下載之後影印喔! 這個圖樣的內容就是一個食譜卡片 可以讓玩家把食材給記錄下來 這個設計方式超級棒的喔! 等於玩家可以自己製作 屬於自己的周邊商品 這個圖案甚至也可以拿來記錄生活中的食譜喔! 放在廚房裡面還真的別有一番風味 用磁鐵吸在冰箱上面 用響的就覺得相當不錯 有興趣的觀眾呢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自己去印出來使用喔! Saga M. Robion 預計將於2024年4月25號推出 Saga系列的最新作品終於來了! 這次的遊戲有兩位主角 預告上也分成兩部來製作 不過或許是因為Saga Enix近期太多神奇的紀錄 看起來有不少玩家保持觀望態度 同期生 Remake家用版 預計將於2024年4月18號推出 1992年的戀愛冒險遊戲進行重製 這款到處搭訕女生的遊戲喔! 在這次重製後進行了畫面的調整 這個調整不單單是改變解析度而已喔! 而是重新繪製了立繪 並且遊戲加入了全語音 看起來重製的相當用心! 宣援劍七 預計將於2024年春天在Switch上推出 這款遊戲在2020年就已經有在多平台上推出了 經典的武俠遊戲推出續作 遊戲在其他平台上的評價老實說並不算太好 只能說可惜了一代經典IP 南方世間客下雪天 預計將於2024年3月26號推出 這款遊戲之前有看過幾次消息 這次終於宣布了發售日期 這款遊戲可以多人遊玩 加上本身鬧事搞笑的設計 讓我對這款遊戲相當期待 預告看起來的玩法似乎滿豐富的 期待明年遊戲的推出 女神一文路5皇家版 慶祝全球銷量突破千萬份 將於12月19號到1月2號進行半價優惠 魔法氣泡俄羅斯方塊 為了慶祝全球銷量突破300萬份 將於12月20號到1月2號 二代的遊戲進行半價優惠 動物之鬥推出全新角色 奔跑的貓頭鷹 戰鬥動作看起來也有夠鬧的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為了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亂報的支持 每週固定的亂報 正在巨星連續的抽獎活動 每週我們都會抽出 NSO PS Plus XGPU其中一個的月卡 抽出哪一個會在前一週的亂報首播 由觀眾投票決定 上週首播決定的抽獎項目是NSO 各位只要有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對這次新聞的任何想法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就符合抽獎資格 中獎資訊會在下一週的亂報公告給大家 那上週中獎的觀眾是畫面上這位 請於3天內私訊我的FB專頁 進行身份核對跟領獎喔 接下來看看上週新聞大調查的結果 多數的玩家會希望任天堂可以跨界合作 確實看到會很驚喜喔 前提是真的要慎選合作對象 那本週的新聞大調查是 對於寶可夢推出題外篇 你是滿意的呢?還是不滿意的呢? 歡迎底下留言區按讚投票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米通公布12月11號到12月1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10名Switch平台 寶可夢珠子加DLC 賣出13,516份 第9名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14,724份 第8名Switch平台 Mario賽車8豪華版 賣出16,405份 第7名Switch平台 超級舞動瓦溜製造 賣出16,584份 第6名Switch平台 Minecraft 賣出16,983份 第5名Switch平台 超級MarioRPG 賣出17,355份 第4名Switch平台 皮克敏4 賣出34,876份 第3名Switch平台 勇者鬥惡龍 怪物仙境3 魔族王子與愛爾福的旅程 賣出35,161份 第2名Switch平台 淘汰狼電鐵世界 地球圍繞者希望轉動 賣出62,617份 第1名Switch平台 超級Mario兄弟驚奇 賣出94,682份 以上就是12月11號到12月1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本週基本上可以說是毫無變化的一週 寶可夢因為DLC後篇推出的緣故 對銷量有一點影響 讓它再次回到了排行榜當中 除此之外的內容 除了毫無變化之外 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了 那就繼續期待下一週的銷售排行 用一分鐘讓你更認識Xbox Game Pass Xbox Game Pass這個服務 除了有大作遊戲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收錄了各種不同的獨立遊戲 對於玩法比較陌生的遊戲 我們有了不需要另外花錢試水溫的機會 而這支中還真的有不少有趣的遊戲 這支話要來介紹的就是 近期推出的Wire The Iron Heart Wire The Iron Heart是一款 像素風格的冒險模擬遊戲 遊戲中我們扮演一個工匠 要想辦法利用工匠技術 來完成任務 由於傳奇的工匠村變成廢墟 我們要為了重建這裡而努力 遊戲整體的節奏很慢 並且採用一天一存檔的設計 每個動作都會消耗體力 體力用完之前需要上船來完成這一天 雖然是慢節奏的遊戲 但遊戲的工匠玩法做得不馬虎喔 熔練、打鐵、精英模製造 我一開始覺得這款遊戲還好 但持續玩下去之後 體內那股喜歡製造的心被召喚了出來 不知不覺玩上了好一段時間 這款遊戲目前在Steam上也獲得了好評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用Xbox Gamepad來嘗試看看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 字幕志願